誰贏得不上 零錢存錢 民眾到ATM交易就能得到Coupon券 但卻有民眾為了拿這張Coupon券 佔用提款機 民眾直擊 這名男子就站在ATM前面 重複存款零款存款零款 列印Coupon券 但你看到他右手邊一整疊 民眾說大約兩個小時的時間 男子都在這裡佔用這台提款機 讓後面的人只能看得到 卻是用不到 男子列印的就像這樣子的 折價Coupon券 但如果是一般民眾來說的話 它可是一般的折價券 但如果你加成使用的話 本來可以賺到便宜 實際到銀行領錢 從走進去到領完錢出來 過程不過一分鐘 如果以男子兩小時都在這裡列印 就能印出120張 等於24000元的折扣 每消費667元就能折抵100元 還有現銀行如果領錢 他就給你5元的購物金 還不見張數 讓你一次使用 佔用提款器的行為 網友從南到北都在討論 紛紛說都遇過這樣的佔用行為 但男子為了得到折價券 長時間佔用ATM行為引起議論 這位黃正恩 李孟章 台中報導 公共與司機 巡述 以報警 折順 小偉 總統 立場